雅各書第三章第一節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父 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以下講的這段說話 可以給全世界所有侍奉者的參考 今天你是翻石安的希望侍奉神 侍奉無論你是全職或非全職 無論你是翻石安或不是翻石安 這段說話以一個過來人和大家分析神的看法 而是過去的經驗之談 在前面我們說到空心形領袖 為何在神的眼中這麼好呢 我嘗試和大家推敲一下 空心形領袖他們人生如何度過 直至入棺材 因為我見過不少人已經入棺材 真的死了 所以可以蓋觀定論 對於某些人 空心形領袖是一個人又想侍奉神 但又不想付太多代價 甚至有些更差 就是想著出名受尊重或者有好處 於是他們最重招的就是用了一個方法 以及有意地去避開神的素做方法去選擇人生 因為空心形領袖很多時候 就如我所說是被執事會選擇 又或者是被一些中派任命 其實他們進入一個環境 他們的環境會覺得是長和 暗暑 甚至是他們喜歡被拆去的這些州份 或者是國家 有些甚至很喜歡去歐洲 不捨得回 但是結局是怎樣 結果我想讓你知道 就是這些人去尋找了一個有生之年 都是以肉體和情緒做他們的神的信仰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我們信仰過程師風善 裡面神最重視的一件事 是我稱為生態環境 原來自己去尋找自己的逃避 或者我見外面的羅夫牧師 或是禽獸牧師 一見雙的水就已經打倒退 明知你是對的打倒退 我正在說 有些人正在接觸那些 說明他們知道的 但是他們都要死口 要我改口 你一定要當是錯 要不然你會毀滅一間教會 這些人 其實他們的典型 是找了一個適合自己肉體的生態環境 亦找了一個適合自己情緒 即是自己的魂的生態環境 當他們是這樣做 直至一直做到他死為止 就變成在神面前來說是個廢人 他們覺得他們都在做他們的善 但是做他們的善有什麼用呢 他不是做神的事工 因為你有否留意呢 如果我以這個字眼來理解 那你就明白神不單止去選擇石安 即是我們教會也好 主耶穌的時代十二門徒也好 你有否留意 神是很根根計懷他們的生態環境 你看大衛的神所合他心意的人 明是神說合他心意 但是大衛的生態環境 豈不是神一手將他安排嗎 但是他的生態環境是怎樣 他的生態環境是不適合 他的肉體生存 也不適合他的魂 或者他的情緒生存 他的魂 他的情緒是怎樣的 你看大衛 又被人追殺 又住在山間野嶺 又住在亞道蘭洞 又住在這些沙漠當中 礦野裡面的盆石 那個情緒 即是信仰的歷程 神是刻意不希望由執事會幫我們選擇 或者由我們肉體幫我們選擇 是由神幫我們選擇 選擇一個不適合我們肉體的生態環境 不適合我們的魂的生態環境 但當你這樣聽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不明白 但你有我之前的底子 你會明白 原來我們這個魂 我們這個肉體 之上還有一個非常崇高的靈魂 原來當我們遇到一個不適合肉體的生態環境 你會怎樣 你會作抉擇 但如果你真是愛神的話 你在兩難之間都選擇了什麼 選擇了在靈裡面去跟從神 肉體面對不適合 豈不是叫肉體去克服幾身 不夠錢花就節儉一點 節儉一點 你慢慢就會把肉體的呼聲 肉體的私欲 肉體的貪婪 肉體各樣的聲音都壓下去了 明白嗎 當然在事項當中 神也會讓你遇到一個 情緒上不適合的生態環境 於是很多人當然會放棄 但不放棄那些 他就在靈和情緒當中要作出選擇 他選擇繼續走熟靈的路 他情緒上就要變成果感 變成忍耐 變成在自己頹喪之下 都還要加力量給別人 你知道嗎 有些人說他自己頹喪 還要扯走旁邊所有的力量 你會看到他發紋症 他讓你知道他多不開心 他讓你知道他多慌亂 有些人是這樣的 原來在我們的事項歷程當中 我們如果以肉體為神 我們一定會找一個適合我們肉體的生態環境 如果我們以我們情緒為神 有些人比較好 不會服侍肉體的 情緒為神的話 他會找一個情緒很祥和的生態環境 但兩者我給你 他用這種方法 所謂服侍神 都只不過你是找一個 利用神 利用信仰 去找一個適合你肉體的生活形式 或者適合你的情緒的生活形式 所以有些人落在這些環境 就利益神 又或者他不利益神 有時候被迫犯碗問題 你會發覺有這麼壞就這麼壞 有這麼肉體就這麼肉體 有這麼猛症就這麼猛症 性格有這麼敗壞就這麼敗壞 有些人就是這樣 這些是消極反抗的 其實神為何要擺起我們在這些環境 原因就是他讓我們的靈脫穎而出 因為原來他讓我們永遠在靈魂體下 在兩難之間 永遠選擇我們屬靈的生命 導致我們刻苦忌身 導致我們懂得去叫身復和 所以你要看到神如何帶領這十二個門徒 走他們的信仰人生 他是不是有私家車出入 搞大型聚會 新光頸靚 新約教會 現在你看看對比現在這種交加 沒有錢起堂就借錢 誰想讓我自己擔憂憂 誰想去忍耐 阿水才會愛神嗎 愛神有行狗忍耐 你以為我有嗎 我們整個宗派都沒有好 所以他們借錢 你明白他們借錢在說什麼嗎 借錢告訴你 他們根本從來都沒有用 阿加皮的愛去愛神 他們是用伊羅的愛 是要即時達到情慾 施慾 所以你會看到為何他們很討厭我們教會 原因是說出他們裡面的鬼 裡面的邪靈帶著他們去 他們很討厭 所以你會看到原來 你想想 如果我以生態環境去理解 如果你的生命當中 當你有三隻小狗 有黑狗、白狗、斑點狗 但你甚至只想白狗生存 那怎麼辦呢 他就要讓那個生態環境 你要選擇了 只是這隻白狗 他讓你的黑狗 在一個不適合的生態環境下消失 這個斑點狗 在不適合的生態環境下消失 原來我們擁有靈魂體 但是在侍奉當中 神究竟是想幫他做封攻偉職 如果神想做封攻偉職 不用理會 神早就已經創造了 整個宇宙都創造了 他心裡在地上搞了幾件事 做了幾個成就 搞了幾個聚會 所以你會看到 那些一生去服侍他肉體的人 他在教會當中 就會搞了所有肉體的侍奉 你會看到 這種空心形的領袖 他就會滿足到教會裡面的肉體需要 既然肉體 同性戀也可以 犯奸人也可以 不用處理 總之你給我吃飯就可以了 你有奉獻就可以了 這個典型空心形領袖 專門是因為肉體生態環境 而失望的人 情緒上 屬魂的生態環境領袖 你會看到 在教會怎樣 全部是說 Fileo的愛 即是他不會用Agabi的愛去愛你 他不會在你面前說真理 他不會管教你 也不會改正你 最重要是他不傷害你 你也不傷害他 他講到任何真理有爭執 或者任何真理會割傷你 或者任何真理會逼你改善 而導致你覺得不太妥當 他就全部放棄 你會看到這些人 這樣叫做事奉一生 其實這些人 他未入棺材之前 已經活在棺材裡面 他的神 是他自己的情緒 這些人 他的神 就是他們自己的肉體 而並且在世界上 他們的侍奉 都是選擇 一生到死 都是活在這兩個世界 好了 當有復興 有真理 就算明知那是復興 明知那是神帶領 他都會掩住良心 他說不是 那個我未肯定 我未決定 這個就是為什麼 所以我講到 除了空心形的領袖 有些勞碌形的領袖 他們就在神的帶領底下 開始出來跟從神 當然勞碌形 如果越沒有真理的話 他們就 就如我所講 就像我們所提的兩教士 努碌的過一生 但是問題 都擁有神的愛 擁有神的關懷和安慰 當然那些人 神只能夠給到安慰 給不到成就 但是總之 所有真的跟從神的人 永遠神 都會帶你進入一個 不適合肉體的心頭環境 雅各書第三章第一節 我的弟兄們 不要多人作師父 因為好得 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我願望奉上真情 恨前盼著傾聽 我願立志追長 神老經 全意知意誓 已堅定 神啊讓我為你 誠意再談 神明 愿真意經著心 奉上心靈 將天國光靜 塵上我主公正 每日熱切奮喜 全意赴上代價 用我為生於這使命 太盼盡情的情共 真正 奴海流冰 成衫 原我心想見 其身千光 非是美 天月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